新光告別,李居明敢言,自治心情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傳承粵劇藝術,走向世界舞台 十二年前,李居明大師開始編讚及製作原創粵劇 落力振興香港粵劇本土文化 他形容童年時代粵劇伴著他成長 粵劇就像他的親人,不蛇抛弃及目送其衰敗 這種動力是一種情,亦是一種對粵劇文化的奉獻和致敬 自此,李大師所創作的原創粵劇多次在不同劇場和舞台公演 對推動粵劇文化有莫大比憶 由李大師成立的新光中國戲曲文化 與新光舊業主簽約到2025年2月就約門了 他直言,原則上去到這個時刻是一個終結 他表示他已經盡力做好心中認為對的事情 自負盈規,自樂樂人 確實令人生充滿意義 人生如此,還有什麼虧欠? 原創戲寶延續粵劇生命 由2012年至今,12年 李大師製作及讚寫了37套原創粵劇 數百場超過十多萬人次的觀眾進場 他說,出錢出力去救生光 和香港粵劇的背後動力就是一份合戲 他說,一直都認為粵劇可以寫到好戲 本地的老官可索性極高 只要有好的劇本 就可以令沉寂多時的粵劇有尊嚴地繼續生存下去 不會被人歧視 而最難忘的就是每套戲總排的時候都未達水準 但是一旦演出 老官們都好像有如神助 教出滿意的演出 37套皆是如此 又極度擔心,都極度驚喜 這個感覺最難忘 也都見識到香港粵劇老官的利害之處 眾多作品之中 李大師首歌粵劇戲寶《疊海情爭》最令人印象深刻 當年開演一票難求 並順即改編成京劇及上海粵劇三地聯演 李居明大師表示 最令大家感到意外的 是想不到原來他是懂得讚寫粵劇的 而且能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記招 以及在香港、北京、上海以粵劇、京劇及上海粵劇聯演 確是非比尋常 後來能夠在新加坡、日本及澳門公演 就有些天時地利人和的運氣存在 逆漏異想,夾身粵劇 不過真正令粵劇從香港走向世界舞台的 不得不提就是被譽為具有國際視野的神劇 粵劇特朗普 李居明大師說 粵劇特朗普令全球傳媒都紛紛來到報導 粵劇得以恍於外國的傳媒 這股成功才是最令人感到著弱的 多年來,新光都投放很多大型廣告 同時也佔據了紅磡過海隧道 九龍入口東西兩面,廣告牌最為觸目 可惜,近年粵劇始終都不是主流文化 有這樣的光輝已經超出了李居明大師的預料 其成功已經非常難得 李居明大師解釋 五、六十年代是粵劇的高峰期 當年沒有電視、電影、電視劇和網絡世界的挑戰 但是今天粵劇是低潮期 我等在扶藝牆之玉島是逆流異想 所謂夾新粵劇,只是不再重複演舊戲 試寫新戲而已 無論你寫到怎樣好的戲 都難如當年那樣受到熱捧 甚至無能夠成為社會潮流 新光能夠令香港人注目其全亡 已經十分難得 何況還留下了三十七套戲寶給粵劇界 在未來歲月可以不斷公演 令觀眾延續激情 確有看之不盡、演之不盡的粵劇遺產 被寫進了歷史裏 努力培育後起之手 新光的貢獻不單只留下粵劇這塊的貴寶 亦都打開了年輕人市場 讓他們有機會看到粵劇的魅力 李居明大師說粵劇當然不是給老人家看的 最少新光三十七套原創粵劇 一點老戲和老土都沒有 亦都在這十二年間 吸收了大量的年輕人入場 只是外間可以看到的劇集和視頻活動太多 粵劇不可能成為主流 現在新光擁有的成功 已經是大大超出預期了 除了成功這樣吸引年輕觀眾入場之外 新光亦都為本地粵劇培育後起之手出一分力 李居明大師表示 當年新光就是以三百萬出資 供養九龍油麻地新秀計劃 今日粵劇新秀大多都是出自這個延伸計劃裏 新光能夠為粵劇培育新秀 今日各有成就 李居明表示非常安慰 對於新光十二年的成績 李大師是滿意的 他表示造就興隆而不居 是他一直以來的在右銘 只求報師 不求報賞 新光一向都是默默耕耘 從來都沒有求過政府任何的援助 十二年的付出 不負自己和別人 深存感恩 做一件超越金錢回報的事情 深刻而深情 由二零一二年至今十二年 李居明大師製作及贊寫了原創三十七套新戲寶寫入歷史 包括第一套 蝶海情爭 金玉觀世音 大唐燕之 遼齋經夢 潘金蓮新轉 李清照新轉 超孔明 英烈孔雀王 前唐金粉 湘魚追夢 金石卯丹亭 花海紅樓 情華蘇東波 金胎蝴蝶夢 風神畫夢 海瑞鬥嚴嵩 孫子無雙 媽祖天后 李白鴻梅 漢王天嬌 新樂神父 關公月下色雕蝶 情華方世玉 秦皇萬疆 西游記之 磐斯棟依人 毛澤東之 虛魂三夢 大鬧梅之虎 大赤壁庫 神胡爾夢 納蘭三詠 美哉秦少友 金陵第一差 陳三愛五娘 粵劇特朗普 共和三夢 智琴四人幫 以及第三十七號 小平你好 好